最近各區都有環保拿賣小店 而九龍灣這間都頗特別 除了有得拿賣本地出品豉油 麵粉和有機菜之外 還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東西 日常封座是一間剛剛開了兩個月 在九龍灣麗晶花園的一間環保小店 其實我們很想藉著拿賣去推廣環保的生活 因為現在外面的拿賣店 很多都比較傾向西方的生活方式 但我們這裏就會想香港人想拿賣 會想拿賣些甚麼呢 所以我們會有豉油拿賣 會有麵粉拿賣 豉油拿賣大家就要想方法 怎樣找些瓶來裝 最近我們多了很多街坊來拿豉油 他們就會拿酒瓶 會拿小朋友的水壺來買豉油 所以我們其實都很想說到一件事 就是當你購物的時候 要想一下自己需要些甚麼 需要多少 然後才買的 我們在店鋪開始之前 因為想吃有機菜 所以又跟其他街坊一起團購有機菜 後來我們開了店鋪之後 我們就跟農夫說 我們可不可以每個禮拜都出一次菜 所以我們逢星期一就會有菜單 農夫就告訴我們有多少菜 然後到星期三 他就會在百香那裏 直接在有機農場那裏 運過來日常風座這裏 這裏是很不錯的 環保店都是買二手衣服的 我們不是買一手衣服的 而且這個是小蘭訂造 一個叫小蘭的師傅 他已經75歲了 他全部都是人手造的 好像這些 是一些日式和服的設計 很適合牛仔褲 他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每一件衣服都有尺寸 這個尺寸不是大中細碼 而是一些很精準的尺寸 可以配合每一個人的身形 去做一個修飾 其實很多老街坊 家裡都有黑膠碟 黑膠碟可能沒有了機廳 我們便可以賣到黑膠長盤給他 另外有些街坊又會說 我不聽了 或者你可能還會比我們更加有用 於是例如這些舊碟 他便會給我們 我們便會重新把它洗乾淨 然後看回他的狀態 就標價錢買回來 希望有資金人帶他回家 可以試看 我可以開車 我可以試看看 你用家的酒嗎 呢 你我們可以開車